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这一副呢叫做两个Freda 这其实也是Freda的众多作品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副 好 这一副呢 Freda我们看一下 他画了穿着民族服装的他自己 以及圣装的他 可是这两个他我们看一下 一个他呢手里拿着Diego的照片 但是呢这两个Freda都暴露着心脏 然后由心脏当中的血管相连 可是在这边我们看到圣装的Freda 却非常令人痛心的是 他用剪刀剪断了这个血管 甚至是流着鲜血 甚至流着鲜血 所以我们会看到两个Freda其实都让他痛苦 一个心里装着Diego 拿着Diego的照片 然后另一个呢胜装了他 可是呢却不得不掐断了自己的 可能是累在或者是在心里 或者是很想掐断他内心里痛苦的这样一些东西 好 然后呢因为身体和这个精神的 这样的在婚姻当中的精神的 这样不断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和折磨 然后对于Freda来说 在他生命当中 常常体会到的都是痛苦 他说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 虽然在人前他很显得很有魅力 然后非常的幽默 开朗 可是呢 在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他说多数时候他都是感觉到痛苦的 所以说他呢 当然也有一位身体的原因呢 他就大口地喝酒 为了抵消这个身体的疼痛 所以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我喝酒是想把痛苦淹没 所以这个痛苦呢是身体和精神的 他说但是这该死的痛苦 学会了游泳 现在我反而被酒征服 好 这是两个Freda 是Freda呢 花了他自己累在呢 不断的痛苦和矛盾和纠结着的 这样的一个矛盾的状态 好 下面呢我们看到Freda呢 他在画作当中 我们前面提到他非常直接的去表达 他心里所感所想 所以当他想到Diego的时候呢 他甚至就把Diego画在他的脑门上 他就直接把Diego画出来 然后呢当他想到死亡的时候 当他想到死亡 然后他就直接把象征着死神的骷髅 他也画在自己的额头上 好 所以我们看到Freda其实他在用一种 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又简洁的方式 去表达他内心里的所思所想 然后他说我画我自己的现实 我知道的唯一一件事是 我画画是因为我需要这样做 我画所有出现在我脑海中的东西 不加任何考虑 所以在绘画当中 可以说在众多的艺术家当中 很少有Freda这么直接的去表达他的所思所想的 这样一种方式 好 当然也可能呢是得益于Freda呢 因为他从来没有正规的在学院里面去学习过绘画 所以他没有受到太多绘画该怎么样去表达的一种约束 所以他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就是我想怎么样画 我就怎么样表达 好 这幅画呢破碎的极著 也是Freda众多的作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幅 因为Freda呢 这个身体呢受病痛的折磨 然后我们知道在车祸当中呢 他的脊柱断成几节 后来这个脊柱的这样的一个康复呢 一直不是太好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也是医疗条件有限 所以当他不断的要去做一些康复的治疗和手术 而且甚至呢在他生活当中 我们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个 这是在有一部叫做 名字就叫做Freda的影片当中出现的片段 那么Freda就是这样 他经常就需要穿上这种 绑住他的身体的这种胸衣 就相当于要固定住他的脊柱 固定住脊柱 这样呢他才能够站坐立起来 甚至连坐有时候都很难以维持 就只能平躺着 穿上这种这样的胸衣 他就可以坐起来 然后可以画画 所以大家可以看 在忍受着这么大的病痛折磨的情况下 他在画他自己 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感受都画在他的画里了 都表达在他的画作当中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一幅 他说我是一只可怜的小鹿 这一幅其实也非常有超现实主义的感觉 然后实际上在Freda的众作照片里 我就发现在Freda家中 就真的就养有这个小鹿 猴子啊 小鹿啊等等啊这样一些 好 然后结果呢 他就把自己把这个头部呢 画成了他自己 但是这个小鹿非常的可怜 就好像被猎人围捕 然后呢 伸中树茧 甚至还在流着血 好 所以可能在命运的这样一个抗争的过程当中 他也感受到了很多的抗争的无奈 和没有办法的接受这样一种状态 好 然后这一幅呢是1949年 Freda所画的Diego和他 然后他还是把Diego呢 画在他的额头上 可是在这一幅作品里面 我们会看到表达更是一种痛苦 特别是我们看到头发的表现 好像我们说当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说那个头发就是那个心如乱麻 然后我们会看到头发的表现 就非常的纠缠 而且凌乱的 这样的一种表达 好 然后这幅作品呢 当时他画的时候呢 实际上也是Freda和Diego复婚 结果复婚以后呢 他发现Diego又和某个女明星有染 结果在这个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这样一个痛苦的这个状态之下呢 他们之间呢就是这样分分合合 矛盾不断 好 好 我们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 是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幅作品 做于1954年 然后Freda就在1954年去世 可是这幅作品里面 我们看少有的 我们看到非常非常鲜艳的颜色 他用来画水果 而且呢 这幅的名字呢 叫做Bi-ba-la-bi-ba 也就是我们前面在讲自由领导人民的时候 我们说酷玩乐队 他有一首歌 就叫做Bi-ba-la-bi-ba 其实就是取材于Freda的这幅画的画名 但是呢 我们在那首歌里面 我们会看到背景用的是自由领导人民的一幅油画 然后Freda呢 把这个Bi-ba-la-bi-ba 甚至把这个标题名 甚至是刻印在了这个 他所描画的这个很鲜艳的这个水果 西瓜的这样一个寡廊上面 我们看上去明显的是刻印上去的 刻画上去的 可是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幅作品 我们看到颜色非常鲜艳 颜色非常鲜艳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在Freda 在他生命当中 他顽强的生命力的这样一种表现 Bi-ba-la-bi-ba 本身就是生命万岁的意思 好 好 然后 在Freda去世之前呢 在他的日记当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希望死是令人愉快的 而我希望永不再来 所以因为这句话呢 因为当然因为这句话呢 所以有人怀疑他可能是自杀 因为呢在他最后的生命的几年呢 我们看到又是有节肢 然后最后瘫痪在床 身体状况确实非常非常的糟糕 而且呢最后呢 他最后喝酒都不能够掩盖他的痛苦 最后呢就是大量的注射马啡 才能够让他这个减轻 缓解一下这个疼痛 所以这样呢 后来有人说呢 他也因此呢就马啡上瘾 所以说这个日子呢 过得确实非常非常痛苦 就是我这个卧床不起 所以说有人呢就怀疑他可能是自杀 也可能是马啡使用过量 总之呢 其实原因呢不是太清楚 总之他去世以后呢就直接下葬了 然后没有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医学的这样一些检验啊等等 好 那么纵观福利达的一生啊 纵观福利达的一生 我们会看到 不光是他在情感上面临着和这个Diego的这样的一个 婚姻当中这样一个纠葛的状态 然后更多的我们会看到 还有他的生命当中所承受的 他的身体在承受着他这样一个 像我们会看到是一个破碎的弱小的这样一个身躯 可是却承载了福利达 非常强大的一种生命能量和生命力 所以他身边很多人呢都会被福利达所感染 而且呢福利达呢 在和Diego离婚的那一年呢 他就去到了法国 就我去了法国以后呢 他在法国呢 大家非常喜欢他 就在法国可以说是 后来就居然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 就是一个女艺术家 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女艺术家 居然登上了时尚杂志的封面 而且那个时候呢 毕加索也认识了福利达 毕加索对福利达也非常的赞叹 毕加索甚至对Diego说 他说你我都画不出像福利达这么棒的自画像 所以毕加索呢 对于福利达的自画像呢 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下面呢 我会给大家看他的一系列自画像 在看他的一系列自画像之前呢 其实呢我在网上找了一下福利达的照片 福利达的照片呢也非常多 然后比较少有的是有一张呢 他孩子 孩子时候的 童年时候的 十几岁的他 然后我们看上去很漂亮很可爱的福利达 然后呢我们这里也看到气质非常好的 能量很强的 虽然说年岁稍微大一点的 这样一个中年的福利达 好然后我们这一张看到的 其实气场还是蛮强大的福利达对吧 其实福利达个子非常的娇小 但是我们看到福利达他戴的耳环 那项链等等 他非常喜欢戴那种很装饰味很浓的 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装饰的 然后包括披肩的这样的一个 他的服装 其实从他的服装来看 我们一点都看不出 这是一个娇小的女性 你会觉得气场很强大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 他的众多的自画像 好 这里面呢也比较少有的是 有一张他十几岁的时候 孩子的时候 这张我记得是16岁时候的 一张自画像 然后这张自画像 我们看到是不是还有一点点阴耳肥呀 还有一点阴耳肥呀 然后这张里面我们会看到 还有一点点是露出了微笑 就是面部表情能看上去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还像孩子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后面其他的自画像 其实在大多数时候 在他生命当中 在他独自一人相处的时候 他画的自画像 大多数都非常的严肃 而且很多人甚至觉得 他的自画像还没有他本人好看 好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说 福利达为什么在他的自画像里 他不把自己画得更漂亮一点呢 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画得美一点呢 然后这张呢 是少有的穿金丝绒衣服的福利达 然后我们看上去呢 会显得比较 还稍微柔美一点 还比较具有那种女性的温柔的 这样一种美感的这样的衣服 包括他的首饰啊 肢体员 可是我们在众多其他的自画像里 我们看到的 都是一个非常刚硬的福利达 而且呢 非常严肃 其实里面去透露出很多的这种男性 阳刚面的这样一面的福利达 甚至他并没有去美化他自己 那么实际上 这个这样子我想起 我们在讲伦布朗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讲自画像 然后讲伦布朗的时候 我还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作业 我要求大家 我们每个人拍一副自拍照 我们去学习一下 画家他们如何在自画像当中表达自己 我们通过自拍照来呈现和表达我们自己 然后在伦布朗之后呢 我们又讲了 梵高有很多的自画像 对吧 梵高的自画像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福利达的自画像 福利达为什么他没有美化自己 他根本就没有美颜自己 他没有给自己的美丽 去提升一个美丽度 可是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很真实的 表达一个在情感情绪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福利达 好 我们再来看几幅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特别在这一幅 那么在这一幅里我们看到 菲达在他的脖子上放了一个装饰 这是很少有的这种装饰 他绝对不是一个什么项链啊 什么这样的一个美丽的装饰 但是我们会看到 好像他内心里有一种 有一种生命力想往外喷发 但是却被什么东西给网住 被什么东西给压住的感觉 好 好 这也是 这是福利达 然后在画他自己这一幅画像时候的照片 我们看这才是 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模样的照片 好 所以说从福利达的自画像里 你可能觉得他不一定很像 他不一定是自画像就是非常像的那种表达 那么你觉得福利达在表达什么呢 好 这也是他的自画像 好 好 然后我们同时再来看一下 生活当中的他 生活当中的他 所以我们看这一幅 这也是他自己在画像的时候的情景 生活中的福利达 好 其实这一张还是很美丽 非常有气质的福利达 所以我们通过他的照片 然后再通过他的自画像 我们这里可以对比他这两个人 对比他这两个人 好 好 下面呢 我找了一些福利达的照片 给大家欣赏一下 其实这两张 基本是我最喜欢的两张 这样一张 我觉得是最有气质 最有气场的这两副 这是我最喜欢的两副 然后这个后面是他的丈夫 迭勾 好 这张大家也可以看出 福利达娇小的身材 以及迭勾呢 非常高大肥胖的 这样一个身材对比 但是福利达呢 本人呢 只要和他接触的人 都觉得他不像他的身形 显示的那么娇俏 好 这一张呢 是迭勾呢 正在作画 因为迭勾是一个壁画家 然后迭勾在作画的时候呢 弗利达在旁边观看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弗利达只能坐轮椅 他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他只有坐在轮椅上 看迭勾 看迭勾作画 好 这也是福利达 这也是福利达的和他的画像 这是在家中的福利达 在家中的福利达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 也是坐在轮椅上的他 所以后来呢 他其实是行动能不太方便 好 这张照片呢 是福利达在法国的时候 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的 这张照片 是这一张啊 好 这是生活中 我们看到福利达和迭勾 和两个人都有点调皮的表情 对吧 露出一点调皮的深情 好 这是福利达在家中作画 然后我们会看到 背景墙上挂着的 刚才我们讲到的 两个福利达这幅作品 两个福利达这幅作品呢 尺寸算是比较大的 而福利达众多的自画像 其实尺寸都不太大 好 这也是福利达的照片 后来在大概2000年左右吧 我印象中应该是2002年 然后好莱坞拍了一部电影 名字就叫做福利达 然后这部电影呢 当时呢在征集这个女明星啊 选哪一位女明星来演福利达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女明星都想演福利达 然后当时呢 在这个比较有名的 有一个就是麦当娜 当然麦当娜对于现代来说 大家可能觉得她已经比较老了 对吧 但是在我们以前当代那个时候 当年的时候 她还是很有名的 麦当娜 然后麦当娜也非常想演福利达 但是后来呢 选择的是 还是一个墨西哥女演员 在好莱坞发展的 叫做珍利海耶特 然后由她来演 因为毕竟她是墨西哥人 还长得比较像 对吧 麦当娜和实际的这个福利达 实在长得太不像了 好 然后这部片子呢 其实拍得非常好 我很建议大家呢 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个网上都有 名字就叫做福利达 名字就叫做福利达 好 这是当时的这个电影海报 好 这个整个片子呢 我看了一下 它表现得比较真实 然后是比较真实的 然后表现了福利达的一生 但是这个影片呢 从剪辑到拍摄呢 它又有点半幽默 然后呢 包括剪辑的这个 这个方式还是非常新颖 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表现 也很有艺术性啊 所以这部片子呢 强力地推荐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也是当时电影当中 所出现的情景 好 福利达呢 因为他后来呢 在为了报复跌构的过程当中呢 他其实是出现了这种双性恋 同性恋的这样一个行为 然后这个呢 是当时和他同性恋的 一位女艺术家 是一位女艺术家 然后其实从相貌来看啊 在这个影片当中 出现过福利达和一个女摄影师 然后他们共同跳tango的情景 其实我从 从这个演员的选取来看啊 其实他们有点像啊 有一点根据这个女艺术家的 相貌来选的 但实际上呢 这个演员也很有名啊 埃什利贾德 埃什利贾德 然后这个片子里 其实有很多很 很有名的明星啊 然后比方说 洛克菲勒家族的那个 代表的那个人物就是 埃德华洛顿 埃德华洛顿啊 好 好 这里呢 我会给大家 读两段 是在我们的同学的论文当中 所写到的关于Freda 那么在Freda呢 我们在课堂上讲过几次 然后讲了以后呢 很多同学都非常非常喜欢她 而且呢 被这样一个 在我们课上唯一讲到的 一位女性画家 真的被她给震撼到 所以说在讲了她以后呢 很多同学再来看 Freda的照片 觉得哇 这真是一位很有魅力的 美女画家 好 这一段文字呢 我特别喜欢 我练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出自我们同学的论文啊 好 他说 这篇论文的题目就叫做 不过就是这样 这是论文的标题 然后他写了Freda 也写了梵高 写了他们两位 好 我再去关于其中 Freda的这一段 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 不过就是这样 那么一个坦率的女人 所以她画出她忧伤的心 掉落在地上 那么一个渴望爱的女人 所以她画出Diego 在她的额头上 那么一个恋家 而享受自由的女人 所以在美国的她 只剩下风中飘零的衣裳 心已归香 那么一个期望给予的女人 所以当上帝带走她的孩子 她赤裸裸的 用她失去的东西 来表达她那深深的忧伤 那么一个敢爱敢恨 充满悲悯的女人 当她知道 那被刺中身体的弱小女子时 就那么不留情面的 呈现出血腥的现场 那么一个希望有所依靠 与呵护的女人 化身身重数件的小路 告诉你她是多么的无助和彷徨 那么一个充满柔情 与温暖的女人 才画出姐姐那样的祥和 与清新的画像 那么一个倔强的女人 永远冷静而高傲的目光 藏起了自己那小姑娘般 简单跳跃的心房 你敢把这样一个女人的画 挂在自己房间里吗 我不敢 她那撕裂的 擦了撕裂般的疼痛 她那深深的忧伤 她那自热的渴望 让我的情绪失控 让我为她痴狂 让我为她心痛 为她悲伤 她毫无保留地 告诉我们她生活的模样 我多想用力地抱着她 告诉她 我都知道 让我们跳一曲 哈拉贝 哭吧 撒掉那些惆怅 跳吧 释放那些渴望 笑吧 你是生命的女王 你让我坚强 让我直视自己的喜悦与悲伤 让我勇敢地去爱去闯 让我对生活斗志昂扬 一个女人的故事 不过就是这样 其实在练到 看到她的论文的时候 我其实想起一部影片 在前两年 曾经在电影院上映的 叫做《无问西东》 然后《无问西东》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当她在片头 最开始出现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行字 她说如果 这一世 当你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你知道 你这一辈子是要经历什么 大概是原话 大概原话是这样 不完全是原话 意思是这样 如果你知道 你这一辈子要经历什么 你还敢再来吗 你还敢再走一招 你还敢重复地走一招吗 好 我们问一下 如果是Freedad这样的一生 如果你知道 是这个女人这样的一生 你敢过她这样的一生吗 你会过成什么样 你会把她这一生过成什么样子 好 然后这个同学呢 在论文的结尾还有一段 因为她中间呢 又写了一段关于梵高 好 这是她论文的结尾 我也非常喜欢 她说两段坎坷的人生 两个用生命 用画笔讲故事的人 请不要给他们 太多的累赘的称谓 那会像石头 挡住了我们 感受他们心跳的路 请别赋予他们 太高深的意义 太深远的影响 至少在你想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 绘画延续着他们的生命 不过就是这样 世界上那么多忙碌的人们 过着流程化的生活 听不到自己的心跳 我真诚地尊敬他们 他们能够牺牲自己 内心的向往 来适应世界的需要 是他们在推动着世界的运转 世界上也总有些人 怀抱着自己的纯粹与真实 走着自己的步调 他们在丰富着世界的美感 我真诚地爱他们 他们让我活得充满浪漫和希望 不管生命有多长 我要勇敢地活出自己的模样 不过就是这样 有那么多的事 会变成层次烂掉 有那么多的人 时间会让他们无光 但却有一些情绪 一些态度 一些精神 会穿越时空 跨越国界 永远流淌 流淌 好 我们看到这是 在这信息管理学院的 一位同学的论文 不过就是这样 好 希望福利达呢 真的可以带给我们 太多太多的激励和感动 有很多同学呢 非常喜欢福利达 那么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 是他 不管他活出什么样子 他的激情也好 然后他的真实也好 其实从他的真实有一面呢 我在看福利达的 传记小说的时候 就有一个点 真的非常真实 也让我很感动 当福利达的朋友就有说 因为福利达一生 做了三十多场手术 他说实际上 后来在晚年的时候 或者有的时候 他说福利达其实是 有些手术可以不做 或者说因为那个时候 也只是实验性的 实验性质的在做一些手术 只是可能可以康复 就是不一定 但是福利达当时呢 坚持要去做那个手术 但是他的朋友就感受到 福利达其实作为一个女性 作为一个女人 那么因为他做手术以后呢 Diego就要来照顾他 他的丈夫就会来到他的身边 所以福利达有时候 好像在用这种方式去挽留 或者说想让他的丈夫 留在他身边 而不要去到别的女人身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 我们所有觉得 这是一个坚强的 好像是一个很有力量的 然后很幽默 很轻松可以带给人欢乐的 这样一个快乐的 一个大女人福利达 可是我记得当时在 《传奇小说》里 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体会到 很真实的是福利达内心 有一个小女人 她也是一个很真实的 她也是一个女人 她用尽她一切的办法 去留住她的丈夫 让她在她的身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看到的福利达 她其实也很真实 她既有她大女人的一面 但是也有她很真实的 这样一个小女人 一个女性的 这样一个 包括耍一点小心眼 包括嫉妒 包括等等 情绪或者等等 所以这就是真实的福利达 所带给我们的感动 好 那么今天呢 关于福利达呢 我们介绍了有三节课 然后在这个单元呢 我们通过前面两节课呢 介绍的是关于超现实主义 然后通过超现实主义的 绘画风格 然后我们会看到 福利达的绘画 虽然风格和超现实主义相近 但是他们的内容表达 完全不一样 就像福利达说 我不画梦 我画我的现实 那么在这里 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 问一下大家 那么你们该如何书写 你自己的现实呢 希望我们在你们的 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能够真实的 勇敢的去表达我们自己 活出我们自己真实的 最动人的这样的一个模样 好 今天的我们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